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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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吗 他说等吧 所以从这个二月份到现在 应该说也过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 但目前的这个水还是没有通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我们看一下吧 是什么样的这个消防栓 刚才咱们这个刘老爷子说的呢 其实就是 我们楼道里面的消防栓水 每个单元的 一层一层的消防栓没有了 正常来讲的话 咱们这个消防栓应该是打开之后是有水的 对对对对 以防居民起火了以后 就要灭火的 对其实我们看到正常的 咱们的这个楼道里的消防栓呢 是一旦咱们这个楼里面 或者咱们小区里面出现这个火情的情况下呢 咱们的居民可以利用楼道里的这个消防栓 进行简单的这个自救的 这个消防水袋呢 接上这个消防栓之后 它就应该是可以出水的 那目前呢我们是在 咱们这个是在三栋对不对 对 这个是几单元 三栋二单元 暗单元 是只有我们二单元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还是发现咱们整个楼道里面都是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三栋小区三栋房子 整个楼道里面都全部消防水没有了 断掉了 都没有了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随机再到其他的这个单元里面去看一下 刚刚我们是三栋二单元 来我们其他的单元楼再带我们走一走看 那边是把新 好我们往那边走走看 比较担心 对不对 对对 你发现火在那里没有水灭火 你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完了很久了 那个张修 你不是你这个翻新已经搞了 结束也一个多月了 从去年十月份 你出通知来污水雨水分流 你把这个消防水稻弄掉了 到现在还没恢复 前面是一直有的 一直有的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好 我们再去其他的单元 对 能够体谅住在咱们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居民的这种心情 进不去是吧 因为是有这个门禁系统的 那其他的呢 别的洞咱们能进去吗 或者说我们到这个刚才那个单元的二楼或者是三楼去看一下咱们这个消防栓的情况 为什么要多走几个消防栓呢 其实我们想给大家做一这样的一个证实 看看是因为这个消防栓出现了问题 还是整个都存在着这个缺水的这个情况 好 我们现在到二楼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要这样拧开 哎 来我们老爷子您帮我拧一下 我的这个高度不太够哈 是正常应该是有水的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出水的这个迹象的 然后呢 我们也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对面哈 就有着咱们这个 这个消防栓的使用规则 这个不是很清楚 这边来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哈 好 那是不是我们使用上有问题呢 首先它我们看啊 只要在水袋的一头接到消防栓的接口上 然后另一头呢 接上消防水枪 就可以打开消防栓上的这个水阀开头 然后呢 就可以对准根部进行灭火了 所以呢 对对对 这样证明我们刚刚的使用方法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单元 目前是我们看到的两个这个消火栓呢 是没有这个出水的这种情况的 好那我们往下走走看哈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 其实妍妍来到这之后呢 也是找了咱们所在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 咱们社区是归哪个社区馆 文交路社区 好那我们也是找到了文交路社区的咱们的社区干部哈 来你好 咱们社区的 好 刚刚呢 这个两个居民哈 我们都采访到他们说 确实是之前有水 然后呢 后续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这个水没有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样的情况的 来我们往前站一点 这个事情干 你好 我们是在2月3 2月2号 我们接到了一个投诉案件 接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接办社区都很重视 第一时间也跟这个投诉人 这个刘先生联系了 联系了以后 我们也联系了我们东湖消防大队 然后我们带着刘先生去了东湖消防大队 把这个事情反映了一下 反映了以后 后来在查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反映是在自来水安装 自来水公司安装的时候 可能没有把这个水接通 然后我们也跟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了 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 他们也承诺了在时间 在一定的时间吧 把这个水跟他们通上去 后来消防大队也跟自来水公司打了电话 后来我们也就一直就跟自来水公司联系过 就是督促他们尽快来安装 把这个水管通上去 那这个整个你们完成 比如说跟消防也好 然后高阔跟我们的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也好 大概是整个完成这个周期 是在2月几号呢 我2月2号接到了这个投诉案件以后 2月3号就联系了我们消防大队 然后在2月3号 大概2月3号4号的样子吧 我们下午2点钟 因为时间有这么长 我具体就去了消防大队 就把这个事情全部掰开了 理清了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看到 刚才说的是2月3号左右的这个时间 我们今天看一下时间已经是4月16号了 也是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过去了 问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小区里面 刚才听这个老爷子跟我们介绍说 应该是三栋9个单元都是没有这个水的 是这样的情况吗 对对对 现在目前我们排查的是这个情况 因为之前的话 因为我们主管是 地面管是有水的 一直是有水的 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 也换了管子 换了新的这个消防栓 然后这9栋房子 在这做的时候 它是有这个设施 但是你说完全是接通 因为也没有用过这个水 说心里话 你说完全接通 我们也保证一定有水 或者一定没有水 这个不能这么说 但是这个设施是有的 我们也咨询了消防大队 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 郑政委也跟我们说了 如果是在楼道里面 有这个设施的话 就是必须要通水的 这一点我们也跟自爱水公司 也跟他说了 消防大队也跟他们说了 这个事情 他们也是积极可能工作 现在因为改造地方也多 可能就是有个排期的问题吧 应该是这种 所以应该说是你们 其实是跟相关的部门 都有所沟通的 那目前咱们整个小区里面 除了咱们楼道内的 这个消防栓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 救火设施的这个装备吗 消防设施 我们社区配备了灭火器 我们大概是三层楼 一个的灭火器是有的 然后我们消防 地面消防栓 这是有的 你也看得到 每个单元门口 是按照消防的规定 每个每栋门口 是有一个消防栓的 这个都是有的 虽然我们有一些 基北的这种 消防设施的这种配备 但是我相信 刚才咱们两位 社区的这个居民 他们的这种反应 你应该能够感同身受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希望 能够生活在一个 更安心的这个环境当中 好的 那刚刚我们也是 了解到了一个情况 目前在咱们 书香院的这个小区当中 总共是有三栋九个单元 那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两个消防栓 它目前出不了水之外 刚才咱们社区的 罗书记也介绍 应该说是 目前九个单元 都是这个室内消防栓 是出不了水的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 在二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了我们 这个红尘环境的 这个工作人员 来邀请我们 下红尘环境的工作人员 我想问一下你们 是什么时候 了解到这样的 这个情况的 我们是 二月份 那个接到投诉的时候 了解了这个小区 就是因为它 当时是在老旧小区改造 我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情况 就是说有用户投诉 是说当时是没有通水的 就是说消防没有通水 接到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也是叫相关的 下面的部门来积极排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情况 是不是属实 那排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排查结果是 它那个就是楼道的那个 就是消防厂肯定在老旧小区 改造的时候 是没有就是说 涉及到这个接通 所以我们排查的结果 就是尽快 就是说根据现场的情况 这次我们会派相关的人员 把这个消防跟水接通 楼道的消防管道 所以说咱们排查的结果 其实当时是 如果在老旧小区改造 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能够把这个项目 接进去的话 可能这个接通水的 这个时间就会更快一点 但是当时呢 并没有跟他们的这个项目 合并到一起 是不是 是的 因为它当时在 老旧小区改造的话 是没有设计到这一块的 所以在那个 因为这一块的话 是好像是 是政府的相关部门 是有一个什么 施工队吧 做的吧 我们后期就是 具体的不是跟我们对接的 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不说前面 我们说后面 那接下来刚才也说了 我们希望能够 把这个水赶紧接通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 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呢 可以 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 我们已经找了相关的部门 包括我们施工队 也到了现场 会在 因为由于天气的原因 近两天 这个雨以天气 那我们会尽快 就是说会安排 如果是天气好的话 我们会尽快安排 轮员施工 把那个 首先是先把管 那个楼道的管道的 消防通水 跟我们主管道 连通好 我看到现场 咱们有这个工程师傅 也到了现场 我们来采访一下 来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姨 吴公哈 是这样的 我们想问一下 那目前呢 刚才也是 咱们的这个 红尘环境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说是紧快 但是我们相信 作为住在这的居民来说 都希望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那从你们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安一个单元的 这样的这个水管的 室内 消防栓的这个通水的话 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一天 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一天 那我们这边总共是有三栋 九个单元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实打实的这个实际工作日的话 也要九天的时间 对不对 对 按道理是九天 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雨水是比较大的 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施工进程呢 会啊 你从安全考虑 应该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因素在里面 好 那我刚才其实也是看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 今天呢 可能到了下午 或者是晚间时段的时候 会有这个暴雨的天气 那也希望咱们在保证 咱们工人师傅的这个安全的前提下 能够把这个施工的进度加快一点 半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吧 应该 行了 可以 15天的时间可以完成 15天左右吧 好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具体情况要看天气嘛 看外界的这个情况嘛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就是 在能力允许的这种范围内 一定会加快这个进度是不是 对对对 好的 那以15天为限啊 在这个允许的这个情况下 天气 包括我们工人师傅 这个施工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呢 咱们也会积极地推进这个施工的时间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存在 比如说对这个咱们周边的这个路面呢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这个破坏的情况呢 这个是肯定啊 这个每个单元门口肯定要连动 要开挖地面啊 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那这个后续的恢复的问题呢 这我们可以自行解决嘛 商量影响 跟公司汇报一下嘛 看看公司距离怎么安排嘛 那在开挖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影响咱们楼道居民 他们的出行呢 这肯定会啊 多少会啊 我们尽量是搞好安全措施 一定要搞好的 这是我们的 咱们社区的这个罗书记 来一起好不好 因为刚才 你先留下 刚才我们这个听这个 我们的吴公说了一下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 影响咱们百姓出行的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你们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组 比如说你今天要对哪一栋 哪个单元进行开挖 提前跟我们的这个罗书记先沟通好 然后您在这个社区的群里面呢 或者是说咱们的网格员上户也好啊 跟咱们小区的居民沟通好 这样可以减少他们这个出行的不便 好不好 可以可以 那个没问题 因为只要那个师傅跟我们沟通了以后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那个通过网格员呢 把信息发到群里面 告知一下大家 提前告知大家 大家有个准备嘛 这个没问题 这个我们会做到的 提前告知大家 然后我们再施工 对对对对 我们做好沟通 对不对 好的 谢谢谢谢两位 那刚刚呢 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了解 是目前 像刚才咱们刘老爷子反映的 咱们小区当中 这个楼道的这个消防栓 没有通水的原因 是因为水管没有接通 那刚刚呢 红尚环境的工作人员 也是跟我们承诺 是力争在15天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把咱们整个书香院小区 三栋九个单元的 楼内的这个消防栓呢 都能够接通水 到时候呢 一旦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 这个以备不时之需 那当然呢 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 在整个进行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会对咱们小区的居民出行 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呢 也会积极地跟施工方 做好这个衔接的这个工作 那也要提醒住在 咱们附近的这个居民 这两天的时候的出行过程当中 可能会一点小麻烦 但是为了咱们能够更安全的 这个生活在这个小区的环境当中呢 先大家这个小小的 克服一下这个情况 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刘老爷子 刚刚呢也是 不知道您听清梅 就是咱们大概是 最晚1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 可以接通这个水 那现在您是不是稍微安心了一点点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你们 没关系 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 咱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 好吗 好 再感谢了 好嘞 行 好 那当然呢 刚刚我们也是说了 有什么样的极难筹判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这个沟通 那除了跟我们的施工方沟通 跟我们社区的这个干部沟通之外呢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难题 还是解决不了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或者是登陆我们的干问平台 希望呢 我们能够做好沟通的桥梁 能够呢 帮助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极难筹判 那今天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演博士 好的 谢谢妍妍从前方 给我们带回的报道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各位中午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今天我省中北部 强对流天气明显 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 干北和干中将会成为 强对流天气的主战场 由中到大雨或雷雨 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 明天干东北干中和干南 应有中雨或雷雨 局部会有大到暴雨 那需要注意的是 雷雨来时 局部会伴有强雷电 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和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 大家应避免在雷暴大风 雷雨时段外出 远离高耸物体和金属结构 电闪雷鸣期间 避免在大树下躲避 以及靠近无遮拦的门窗 强降水期间 避免进入寒洞 地下通道等涉险积水的区域 好的 以下是各社医市天气 南昌大雨21到25度 九江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 辅州暴雨转大雨20到26度 景德镇中雨20到24度 上饶大雨20到26度 鹰潭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 宜春中雨20到26度 新雨暴雨转中雨19到25度 平乡小雨转中雨20到27度 吉安雷震雨转大雨21到28度 赶州雷震雨转鹰23到32度 以下是部分县市区天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安置房入住两年 不动产权证一直难产 群众极难筹判 被职久拖不绝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 揪四风赶坐善为抓落时播出后 上饶鱼杆县立即进行承载 办正工作有望下月底全部完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乒乓球冠军孙婷 我爱玉 更愿意带你选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女的冠军崔玉涵 翡翠之美 典雅独特 尽显非凡品味 江西二套飞翠展 冠军的推荐 冠军的品质 逃精品抢实惠 就来江西二套飞翠展 大家好 我是冠军冠军高新月 2.5折 省钱狂欢购 2.5折 颠覆飞翠玉师传统市场 2.5折工厂价 宣购飞翠和田玉 就来南昌市 干江宾馆 活动截止 4月23号 原价三四千的 诺种飞翠手镯 590元请 原价八九千的 银厢精品满色飞翠挂件 仅需990元请 上万元的飞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拿下 两三万的高端新款 冰重飘花飞翠手镯 仅需5-6千 平时买一件的钱 现在能买4件 正品保证 价一赔十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证 输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输筋剑腰丸的 专要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疼痛续寒喝红毛药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名呼我为 新联新 网络问证 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 干问平台 接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你可以下载 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 24小时 为您守护 我们再来关注 直面问题 周四峰 赶坐善围抓落时 系列报道 前段时间 上饶是鱼甘县 琵琶湖 冰湖小区的居民 向我们反映说 他们入住安置房小区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不动产权证 迟迟没有办下来 4月7号 我们对这件事情 进行了报道 在节目播出之后 鱼甘县委县政府 引起了重视 要求相关部门 积极解决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那目前 安置房办证的事 有了新进展 上饶是鱼甘县委厂委 副县长陈伟雄告诉记者 都市频道的直面问题 周四峰 赶坐善围抓落时 节目播出后 当地立即召集 筑建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 对琵琶湖 冰湖小区 办证问题 进行了专题调度 明确了解决措施 目前办证程序已经启动 经过梳理 小区此前不动产 权证迟迟未能办理 主要是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当时办证存在的主要问题 还是部门之间的共同协调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主接人专办 把这个共同协调的问题 通过专办的形式来加以解决 另外也是存在一个测绘的问题 我们也折成相关的测绘的队伍 加班加点进行测绘 我们总共这个安置小区 就是1772套的安置房 我们车会已经全部接近完成 目前我们已经为了 五户住户办理了不动产证 鱼甘县琵盘湖冰湖小区 居民王婷 作为第一批办证业主 已经拿到了不动产权证 我们就在4月11号 就拿到了这个 我们的第一批的这个产权证 当然我们作为业主 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证 我们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要感谢电视台 感谢政府 感谢我们的住建部门 居民朱敏告诉记者 他已经接到了办证通知 但因为个人原因 还没有来得及去办理 通知我去办证了 但我这个证的是我 不是我自己的名字 是我老婆的名字 我小孩给我小孩的 我小孩在外面打工 所以他人又不能回来 所以我是反正是政府启动的 以后管他什么时候 都可以办是不是 上饶市鱼甘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朱永健告诉记者 此前他们召开了安置房 办证工作的专题会 细化了办证工作方案 明确了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 我们计划是为底 返程所有的安置副办证工作 朱永健表示 在这次办证工作过程中 他们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 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们县里面定了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交房计较证 只要老百姓拿到安置房 我们同步要把我们的不动产证 交到老百姓的手上去 以此带来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我们政府会加大协调 多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交易解决 读视频道记者报道 现阶段很多的城市都推出了 这个住房已旧换新的政策 在全国大约有30个城市在推出 各地的政策也都不尽相同 最近南昌县人民政府 也是发布了一篇 关于开展南昌县住房 已旧换新活动的倡议 成为我省率先发生的区域 那这个倡议发出之后 市场的反响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上午在南昌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记者见到了高女士 她说了解到南昌县近日出台的 住房已旧换新活动倡议后 特意来看看房子 我觉得挺好的 小城区 没有电梯 周边太反哗了 我们就要安静一点 要求是环境好 没有灶雨没有污染 生活比较便利 据了解 4月3号 南昌县人民政府发布了 关于开展南昌县住房 已旧换新活动的倡议 其中提到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经纪机构 应积极参与并推出 已旧换新房产销售服务新模式 为已旧换新的购房业主 提供优质高效实惠的服务 从事多年房产销售的张绍青告诉记者 虽然这份倡议 没有具体的细化政策措施 但是对目前低迷的市场来说 依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出了这个已旧换新的倡议之后 其实我们中介房市很高兴的 可以刺激这个市场变得更热门一点 张绍青说 自家门店已经针对倡议内容 先行推出了一些优化措施 目前市场反应还是比较好的 接着记者来到了南昌县 多家在售楼盘的销售处 他们都表示倡议的内容略知一二 但是目前还没有接到公司 相应政策调整的通知 目前不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产中介还是购房者 都期待这份倡议 有更具体的细化措施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比如有关部门 或者是开发商企业或者机构单位 能够出一些具体的细节 都可以拿出一些实在的优惠 来给到我们这个消费者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更愿意去买房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的确正如我们采访的这个业内人士 他们所表达的一样 一个政策从发出到落实落地 这中间需要一个漫长的发酵的过程 那么从全国来看 自2023年以来 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 发布了支持住房市场 已就换新的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都存在哪些个不同 为我们落实细化政策 又提供了哪些思路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事实上楼市已就换新并非新操作 不仅只是在南昌县 2023年以来 全国已有超过30个城市 明确支持住房市场的已就换新 这在从事房地产研究的专家看来 这是回应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策略 对吧 现在市场买房的主要是改善需求 而影响改善需求 难以释放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原来的旧房卖不掉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改善需求 它要买的房子的话 一般面积比较大 对吧 然后它的价格就比较高 它原来又有房子 所以基本上它都需要把原来的这个房子卖掉 对吧 它才有能力去购买这种改善性的助长 数据显示 2023年南昌卖掉二手房23405套 这是近四年来的销售新高 需要注意的是 在新房市场 从2019年开始 销售量呈震荡下降的趋势 2023年新房销量为25,798套 创近五年的最低值 这其中有何缘由呢 二手房的话 你去买每一套都实在在实地去看的 有哪些好的因素或者不利的因素 你全部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比较直观一点 它急着出售这些房源 可能它这个价格 它为了能尽快成交 它的价格比市场行情是要便宜蛮多的 目前的一手房市场 每个开发商也比较卷 现在做的户型产品 包括价格 都是比之前要下降蛮多的 越是价格下降 其实很多人越是观望 觉得可能还有后面还会更便宜 在刘淡看来 楼市已旧换新政策措施的落地 见效 首要问题得从恢复购房者信心 改变市场预期着手 全国各地推出的 已旧换新政策措施力度各有不同 粗略的可以分成几种模式 以鼓励为主的 积极沟通房企经济机构与业主 推出换新购等服务 比如浙江宁波 山东济南等地 联合开发商及房产经济机构 推出换新购服务 又推出补贴的 包括交易税费补贴与购房补贴 对个人和对开发商的补贴等 比如江苏延城 江苏苏州 辽宁沈阳等地区 均以购房补贴形式 鼓励已旧换新 还有国资介入的 以一定条件限期收购房屋 作为保障房或人财房 完成存量房的交易 和与新房的循环 比如江苏苏州相城区 江苏太仓 河南郑州 江苏连云港等地 国企平台或开发商 直接收购旧房 售房款用于在相应项目 购买新房 专家指出 以旧换新 实际上是新房旧房交易流程的融合 其中牵涉的部门多 交易过程复杂 各地的不同做法 提供了以旧换新 落地见效的不同思路 以旧换新 你要达到一定的量 那国交政府一家 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那么是你需要很多的 这种叫什么 这种企业来参与 政府 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再加上房地产中介机构 对吧 再加上购房车 我几个四方在一起联动 让这种卖衣 买衣的这种需求 我们叫以旧换新 对吧 这个政策 它确确实实 能够减轻 这种改善性住房的 这种购买群体 它的一个购房的压力 和购房的负担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最近南昌的赵先生 给我们打来电话 反映了个事 说从2022年开始 他参与了一个 由万顺轿车平台 发起的充值活动 陆陆续续 往平台充值了金额 大概是13万元左右 活动的核心卖点 就是充值赠送 可是他向记者反映 到目前为止 他连本金都还没有拿回来 赵先生告诉记者 22年9月份的时候 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位 万顺轿车平台的高管 对方向他推荐了 万顺轿车平台 一个充值赠送的活动 每充值7999元 就能获得平台赠送的2000元 这么大的力度 赵先生很心动 于是陆陆续续 充值了13笔 7999元 包括充值赠送费用 平台账户内 一共有近13万元 赵先生觉得 这个羊毛可以耗 23年的9月份 我的钱基本全部要到位 就在23年的1月份 他们的钱就停掉了 那个说什么公司 有什么那个要上市啊 这样那样没有钱 赵先生表示 按照平台规则 充值成功之后 及时到账首期金额 此后每30天 自动到账当期金额 共计12期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万顺轿车平台 只回了他9万多元的款项 还差3万多元 不知何时到账 到我陆陆续续 跟他们南昌分公司老总 协商聊 后来协商不准 我在深圳起诉了他们 经过法院调解 他们南昌分公司老总 跟我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每个月返还1万 到24年的1月份 这个钱也要还完 后来的话 他们又说到又做不到 这样那样 到现在还有3万多 记者表示疑惑 赵先生这样做的动机 如果是单纯为了薅羊毛的话 那么万顺轿车平台方面呢 他们这样狂洒补贴 是为了赚吆喝吗 我觉得这就是 融资吧 好听一点的名称吧 我只能这样说 我们也是 赚点小钱 赚点意义 在现场 赵先生给记者演示了一回 自己在万顺轿轿平台内充值的钱 如何兜一圈回到自己的手上 这番演示 让记者颇为惊讶 一个司机端 一个打车端 我这个 现在用这个手机打车 用这个 这个手机叫这个手机 指定司机 抢单大厅来新订单了 请查看 看到吧 这个手机接到这个订单 如果是要出去的话 我就随便填一个行程 我这就开始去接乘客 钱这个手机付钱 这个手机收钱 我11百都可以订 随便订的 赵先生表示呢 这套流程是万顺轿车公司的人 交给他的 相当于自己是既当司机 又当了乘客 整个流程就类似于是 信用卡套现 而他也坦言啊 这个万顺轿车平台 实际上就是在融资 通过大量的现金流 用来给上市做准备 自己充值的十多万 就是为了利益 也就是充值赠送的那些个利息 可是现在呢 这家公司上市受阻 自己的钱又怎么得到保障呢 在采访现场 赵先生给记者播放了几段录音 说话人是来自万顺轿车 南昌分公司的管理层人员 还是说他这句话 就是说总部差点的钱肯定会给你 如果我们去废报申请 去找领导去说 可能会快一些 人性都是团难的嘛 因为你的钱大部分都回来了 我们的钱我比你多多了 我是将近50万 通知送 我没回来都在那边 我比你的钱多几十倍在那边 为了了解赵先生剩余款项的到账情况 以及公司目前的运营情况 记者联系上了深圳万顺轿车 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昌分公司的法人朱先生 那么这家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如何 记者试图通过网络上的公开资料 梳理出一些关键性的信息 去年2月 万顺轿车新增了一起执行案件 执行日期为2023年2月2号 执行金额是1008.391万元 执行法院为深圳市保安区人民法院 除了万顺轿车深圳公司被法院执行之外 万顺轿车的另一家公司 万顺轿车武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2023年1月12号 因为民间借贷纠 被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执行了 51959元 除了被法院执行 万顺轿车武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2023年已经有12起 待开庭案件被法院立案 这些即将开庭的案件 清一色全是民间借贷纠纷 以及借款纠纷 这家曾经多次传出要上市IPO的公司 自从22年被爆出司机刷单 本金无法拿回之后 就陷入了多起与旗下司机的借款纠纷当中 而这种刷单模式和本次报道的当事人赵先生所参与的 几乎如出一辙 另外2022年10月以来 有司机向媒体爆料称 万顺轿车公司以福利补贴为名 诱导其在一新平台开通所谓的福利号账户 在该账户刷顶单流水 可获得补贴返利 但在其投入十余万本金之后 却突然被冻结账户资金 至今他仍有10万元本金未退款 并被公司要求将未退资金转债转股 对此万顺轿车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 福利号是该公司给司机的福利补贴活动 为部分优秀司机开通 目前该活动已经停止 没有要求司机充值刷单 对于福利号账户当中留存资金的司机 公司愿意为他们解决资金问题 关于转债转股 有万顺轿车工作人员称 他们转债转股也是可以的 和公司一起上市 一起做大做强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阿姨吐槽年轻人握铺挂帘子 12306做出回应 为骗保男子全家总动员 自导自演车撞牛 风寒势壁 腰疼腿疼 疼喝红毛药酒 心疼疼痛 颈肩痛 手腕痛 痛喝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治病又降生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红毛药酒精选67美中药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乒乓球冠军孙婷 工厂架选购各类 缅甸肥萃 和田玉手镯 化剑等 就来江西二套肥萃展 打造冠军的品质 让您轻松拥有高品质肥萃 和田玉 缅甸肥萃和田玉 工厂直通车 2.5折 省钱狂欢购 2.5折 颠覆肥萃玉时传统市场 2.5折 工厂架 宣购翡翠和田玉 就来南昌市 干江宾馆 活动截止 4月23号 江西二套肥萃展 冠军的推荐 冠军的品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主战军崔玉涵 江西二套肥萃展 打造冠军的品质 各类精选肥萃和田玉 超值优惠 现实特卖 让您的选择更有保障 原价三四千的 诺种肥萃手镯 590元请 原价八九千的 银厢精品满色 翡翠挂件 仅需990元请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拿下 两三万的高端新款 冰重飘花翡翠手镯 仅需五六千 逃精品抢实惠 就来江西二套肥萃展 大家好 我是蜂虫冠军高新月 肥萃直销会 精选各类肥萃手镯 戒指 吊坠 项链 和田白玉 墨玉 碧玉等 打造冠军的品质 现实特惠 优惠多多 让您的购买 有保障 更实惠 万元肥萃 千元拿 工程拿货价 就是展会 修售价 市场价 三千九百元的 缅甸肥萃手镯 仅需五百九十元 美如明知的 和田白玉手镯 市场价 三万九千六百元 特惠价 三千九百八十元 高贵典雅的收藏集 翡翠杨绿手镯 市场价 两万四千九百元 特惠价 仅需五千九百元 所有参展翡翠 和田玉 都配由专业机构 出具的鉴定证书 一品一证 正品保证 价一白十 要知道 贵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专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书筋剑腰丸的 专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晚上市民睡不着 晚上市民睡不好 和气血固本口服业 三晚群下至失眠 睡得安稳 精神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 和气血固本口服业 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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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啦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泛愁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轻血巴胃片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那最近的网络上流传的一个短视频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容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视频显示 姨阿姨在对下铺挂帘子的年轻人进行拍摄 并称不让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坐下 这位阿姨还呼吁网友们评评理 我们要看一下 看看年轻人 列车上还挂下正家的帘子 让七十万岁的老年人也确实让坐 面对阿姨的指责 年轻人也是没有丝毫理会和搭枪 对此有网友表示 那是人家订的下铺让你坐视人情 不让你坐视本分 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不是谁发视频谁就有理 这么理直气壮 我还以为他买的下铺呢 等等 中国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 没有明确规定不能使用尾达 在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但需要跟各位旅客协商好 根据官方回应和相关规定来看 在乘客购买卧铺车票后 就拥有了对应时间内该铺位的使用权 都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前两天在广西南宁市地铁三号线青秀山站 一名乘客向民警求助 说在安检的时候自己的包被别人拿错了 而自己又错拿了别人的包 在回看安检的监控录像后 民警发现张女士在过安检时 和另外一名女乘客互相拿错了包 在调查过程中 一名姓秦的女士拨打110报警求助 声称她拿错了他人的包 经过进一步核实 确认了报警人秦女士 与现场求助的张女士 是相互拿错了对方的包 通过民警协调 双方交回了各自的黑色小包 秦女士也对拿错张女士的包包 表达了歉意 地铁公安提醒乘客乘坐地铁时 应有序通过安检 随身物品在通过安检机后 确认是自己的物品在拿走 如果是发生拿错他人物品的 请及时和车站工作人员联系 前几天云南惠泽顾某家中 死了头牛 顾某心疼之余竟然伙同亲友 自编自演了一起交通事故 试图来骗取保废 当晚惠泽交警接到报警 一男子称自家的牛被车撞倒 一死一伤 交警到现场查看后却发现 事有蹊跷 发现事故疑点后 交警立即展开调查 果然在调看事发地附近的公共视频时 有了收获 视频显示 当晚10点23分左右 包括报警人 驾驶人刘某 以及刘某丈夫顾某在内的疫情人 抹黑将一头死牛抬到了路边 之后又拉了一头牛按在地上 过了不久 刘某就驾驶一辆轿车停在了死牛身边 肥造成车祸现场 就立即将这个驾驶人和刘某 一起传发到了这个我们大队的心外 证据面前 顾某等人交代了事情真相 原来当天晚上 顾某家中的一头牛 莫名死在了牛圈里 为了避免财产损失 顾某动起了 伪造车祸现场骗保的歪心思 找来雷某和陈某 用小推车把死牛搬运到附近的公路边 之后再拉来一头健康的牛 强行按在地上 让妻子刘某驾驶车 停在两头牛旁边 伪造成车祸现场 以此来骗保 另几人没想到的是 保费还没到手 顾某策划了这场骗局 就被民警识破 最终顾某因谎报案情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被依法行政拘留八天 其余三人罚款300到500元不等 好 接下来是健康提醒时间 看看今天有什么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大家好 我是阿志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有没有发现 我经常在提一个词 叫血液粘稠 没错 今天我要重点和大家说一说 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一种病呢 我们一说到血液粘稠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血液变稠变黏了 就会流得慢 容易发生血栓 进而堵塞血管 其实呢 血液粘稠在医学上 是一项血流变血指标 是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阻力变大 所引起的 虽然在医学上 血液粘稠只是血液的一种 理化特性 还不能严格地称其是一种疾病 但是它却和人体的健康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人体的子类物质过多 血液粘稠度到达一定程度时 血液流动就会放慢脚步 氧气和营养不能及时地收送到心脑 心慌 胸闷 头疼 头晕 就慢慢都出现了 那这些像家庭的供水系统一样 一旦水里面的杂质变多 也就堵塞了水管 供水就会受阻 饮食起居也会受到影响 当质类物质持续增加 粘稠度又继续加大 那多余的质类和脱落的细胞趁机 粘附在血管壁上 组成了小米粥一样的斑块 那便是动脉粥样硬化 所以久而久之 血管就越来越窄 血流也就越来越慢 高血压和心脏壁就会早上门来 一旦血流变慢 变为常态的话 那机体里的血小板和纤维蛋白 就会慢慢地停止工作 甚至会把血液内的油脂包裹起来 形成血栓 血栓会使得机体的器官供养 得不到及时补充 慢慢地就开始缺氧缺血 人就会出现手脚麻木 视力模糊 严重还会引发心梗脑梗 所以及时的清理血液当中 多余的止质物质就显得很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 血液粘稠怎么调理呢 一 适量的运动 运动可以提高代谢的水平 加速血液循环 二 多喝水 多喝水可以稀释血液的粘稠度 通过体内的循环代谢 可以帮助消化 将毒素以及其他的有害物质带出体外 三 释放压力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要学会给自己减压 心情没力了 血液自然就变健康 四 少吃动物的肝脏以及甜食 均衡营养 多吃水果蔬菜和鱼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地清清血 在某一经典甘露四部当中 有一位方济 骚血普心伞被历代一家称之为 心脑血管疾病之肾药 其主要的治疗思路就是 利用多种凉血清热的药物 共同配物 达到以气血双条 活血通路 解毒职工和畅通 心脑血管 排泄代谢 废物和毒素等 从而恢复血液循环系统 再平衡 血液清涩了 就可以远离心梗脑梗 这些可怕的疾病 说到清血 您就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期清血八卫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清除血液当中的垃圾杂志 纠正血液年筹 改善血质 好 接下来更多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组资讯快报 昨天国家重点工程 瑞梅铁路全线最长桥梁 免水特大桥 顺利完成连续梁合龙 标志着瑞梅铁路工程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 免水特大桥 位于赣州市瑞金市境内 桥梁全长3052.28米 横跨G35高速公路 两次跨越免水 因景区基础设施提制升级 游船航程短期内缩短 上饶龟风景区将于明天起 对龟风湖航线及门票价格 进行调整 门票价格为60元 龟风湖上船码头暂停使用 请游客朋友们前往 卧波桥码头乘坐游船 原航线恢复日期 另行通知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 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 初步核算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96,299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3% 比上年四季度 环比增长1.6% 日前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 沪深北证券交易所 正式发布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 自5月1号起实施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 将走上规范化披露轨道 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将于6月25号至27号 在辽宁大连举办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 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届时预计将有1500多位 来自政界 商界 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学术界 和媒体界的代表出席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去年底试航成功 现已进入调试和内装阶段 预计今年内全面建成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 全部内容 稍后您将看到 将有收藏继续关注 细说《遇词归来》特别节目 今天看到的是 明代一组 祭祀用的陶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乒乓球冠军孙婷 我爱玉 更愿意带您选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女足冠军崔玉涵 翡翠之美 典雅独特 尽显非凡品味 江西二套飞翠展 冠军的推荐 冠军的品质 淘金品 抢实惠 就来江西二套飞翠展 大家好 我是奉虫冠冠军高新月 2.5折 省钱狂欢购 2.5折 颠覆翠翠语师传统市场 2.5折 工厂价 宣购翠翠和田育 就来南昌市 干江宾馆 活动截止4月23号 原价三四千的 诺种翠翠手镯 590元起 原价八九千的 银腔精品满色翠翠挂件 仅需990元起 上万元的翠翠手镯 两千五就能拿下 两三万的高端新款 冰重飘花飞翠手镯 仅需五六千 平时买一件的钱 现在能买四件 正品保证 下一杯十 疼痛需寒 喝红毛药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爸妈健康长寿 腰疼腿疼 外部开腿 直不起腰脖 肩颈疼痛 扭不动脖子 抬不起肩膀 筋疼痛痛 根部伤步伐 抱不动孩子 力不从心 将其都市民药提醒 筋骨有力量 生活才给力 关爱老人一定要关注他们的健康 疼 痛 须 喝红毛药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哪儿哪儿都好 就牙显老 太康拜博 关注口腔种植三十亿年 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到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将新二套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公益美牙活动 鲜微根管补牙 清清楚楚治牙痛 报名即可领取 三千元工艺补贴 0791-8770-3668 0791-8770-3668 牙齿要看好 还是选拜博 要知道跪以砖 砖更对症 舒筋健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滑雪冠军贾利亚 热烈祝贺都市严选 滋补养生节盛大开启 买正宗西洋身 买纯正铁皮石壶 买原产地文山三七 买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就来都市严选 滋补养生节 让您在享受健康的同时 更能享受到 冠军的品质和实惠 冠军的品质 让您滋补有效 更放心 棒石头文山三七 美金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松三盒 各类滋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获到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金刚山大道 巨峰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五十岁以上 耳聋耳鸣人数 超过五千万人 耳内冥想不断 听力下降 你还在为耳鸣耳聋烦恼吗 健康热线 八六六五个三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可气血过本口服役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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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让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清血八味片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清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味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清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清血八味片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加油收藏 继续来关注 《御辞归来》特别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细说的是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一组 明代祭祀用的礼器 就你会发现我们展规当中 它这些子礼器呢 有不同的颜色 是不是 有红色 黄色 蓝色 还有这种白色 对 因为当时在明代的时候呢 他们对这个定计器 接用词啊 也是有着一个严格的 一个规定的 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呢 就是不同的场合 要使用不同的颜色 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件红色呢 它是一件朝日坛 太阳的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它是红色的 然后旁边这件黄色的 它是一个仙农坛 祈求比如说这个 这个稻田啊 要这个五谷丰登啊 这个寓意 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西月坛 月亮的月 跟拜月有关 西月坛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这个天坛 对 天坛嘛 就是我们北京的天坛地坛 就是祭祀的时候的 一种场所 在这组祭祀瓷器当中 有一个像酒杯一样的东西 它的名字叫 祭兰幼绝 祭兰幼是当时 明代的一种 非常特殊的幼色啊 祭兰幼绝呢 绝 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绝呢 是商周时期啊 这个青铜器的 一个典型的造型 祭兰的那个绝杯 是家境时候的 就明家境时候 那个是很难得 因为这类东西 散个土下来 很不容易烧 很容易变形啊 在这个接近的祭兰 这个绝杯 烧得相当不错 也想跟各位澄清一下 包括我们今天说 祭兰祭红 这个祭 首先绝对跟 祭祀这个没关系 它是一种颜色 不是说我们说的 跟它的所谓性质有关系 《御史归来》 这次展览特别好 它也让我们看到的 这个祭祀瓷器 在这个皇家礼仪当中 充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黄清华介绍 明代鸿武二年开始 祭祀主要用陶瓷制品 替代了之前的金属器 在大明会典上明确记录了 什么颜色 做什么的器型 代表的寓意是什么 而且要专门在景德镇烧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这个也开启了明清两代 作为祭祀 皇家祭祀的一个发端 到了鸿武二十六年 又修订 就更加完善 就是它 就是我们提到 那个五行五色 所以实际上有黄又 有蓝又 有白又 也这样的 就跟那个五色相配的 清乾隆时期 古人觉得祭祀的礼器 太过繁琐 于是又进行了改革 祭祀用的瓷器 又进行了简化 看完了加油收藏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 未来72小时 全省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南昌今天大雨 二十一到二十五度 明天雷震雨转阴 十九到二十五度 后天多云转阴 二十一到二十六度 九江今天终于转小雨 二十到二十四度 明天小雨转阴 十六到二十二度 后天多云转阴 十七到二十四度 宜春今天终于 二十到二十六度 明天小雨转阴 十九到二十四度 后天阴转小雨 十九到二十四度 品香今天 小雨转中雨 二十到二十七度 明天小雨转阴 十九到二十四度 后天小雨转阴 二十到二十五度 新雨今天 暴雨转中雨 十九到二十五度 明天中雨 十八到二十二度 后天小雨 十八到二十四度 福州今天 暴雨转大雨 二十到二十六度 明天中雨转多云 二十到二十七度 后天雷震雨转多云 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英坛今天 暴雨转中雨 二十一到二十六度 明天中雨转小雨 十九到二十六度 后天多云 十九到二十九度 景德镇今天 中雨二十到二十四度 明天中雨转阴 十九到二十四度 后天阴 十七到二十七度 上饶今天 大雨二十到二十六度 明天中雨转小雨 十七到二十五度 后天阴转雷震雨 十八到二十六度 吉安今天 雷震雨转大雨 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明天中雨转雷震雨 二十一到二十六度 后天雷震雨 二十一到二十五度 赣州今天 雷震雨转阴 二十三到三十二度 明天中雨转雷震雨 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后天中雨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南昌今天大雨 二十一到二十五度 明天雷震雨转阴 十九到二十五度 后天多云转阴 二十一到二十六度 只需要你做几个任务 不仅能返回利润 还帮你介绍美女约会 面对这样的诱惑 你会心动吗 单身男士们千万要小心 因为这种美丽邂逅的背后 往往都是谎言 张先生就是这种套路的受害者 张先生介绍 他浏览交友网站 收到一个链接 点进去之后 就有自称美人的人 给他介绍女朋友 这让张先生很动心 但是见美女之前 要做各种任务 张先生开始挑战 各种游戏任务 这些游戏任务 有充值的 有刷单的 还有闯关的 这位美人说 做了任务 不仅能够享受 反线的喜悦 还能和美女共度良宵 人生达到巅峰 结果张先生沉迷其中 等他充值到了 四十万元之后 才发现任务做了一大堆 最后提不了线 还被对方拉黑了 更可气的是 对方答应接受的美女 最后连长什么样子 都没见过 江北公安分局 鱼嘴派出所的民警 接警之后展开调查 发现这是一个 针对性很强的 电信网络诈骗 鱼嘴派出所民警 最后锁定了 四位犯罪嫌疑人 最后在宁夏 云南 山东 广东 四个地方 把嫌疑人抓获 抓捕过程中 在宁夏的这个 嫌疑人的住处 查获了巨额现金 目前民警 已经将查获的 120万元现金 按比例返回给受害人 这种电信诈骗 是去年开始的 男同胞们 务必多长个心眼 不要总是幻想着 美丽的邂逅 和浪漫的偶遇 那后面几乎全是 毒物和陷阱 新闻那是说给 所有人听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流行起一种拖鞋 商家是打出了 超厚底 踩实感等卖点 来吸引市民购买 殊不知 这种感觉的拖鞋 可能正在 毁坏你的脚步健康 网购平台上 标榜财实感 踩在云朵上的 拖鞋颇受欢迎 月销售超过5000 评价超过2万 有卖过 但是我感觉 它并没有 它说的那种感觉 就是财实感 可能也因为 没有踩过 穿了三个月 就好像踩了一朵棉花 是软的 但是穿久了 你好像踩上去 就有点 那种微微硬 网购评价中 不乏一些磨脚背 对平底足不友好的评价 踩实感拖鞋 由于主打气囊科技 采用住宿发泡工艺 整个拖鞋 都会像充气了一样 有街坊就说 自己穿这类鞋 走起路来都不太稳 觉得不是好 踩在地上 好实正 我就觉得跌 就是你试着过 是啊是啊 不是很喜欢 踩着运动 整个感觉 不喜欢 我没买过 我不会买这么厚 底那些 因为大头 不穿着这么大 这么厚 对此医生表示 鞋底太软的拖鞋 稳定性较差 会减弱人体 对足部的控制 长此以往 会增加崴脚等风险 太油软了 太油软了的话 本身足部有一些 内方外欢的 一些疾病的病人 也不太友好 他会加重你 这些足部内方 外方的这些问题 除此之外 鞋底过软 提供给足底的支撑力不够 很容易导致足弓塌陷 换上功能性扁平足 长此以往造成不良体态 医生建议 市民应选购鞋底 软硬适中 回弹立足 能给足弓 一定的回弹支撑的拖鞋 同时 尽量选择EVA材质的拖鞋 相较于PVC材质 更加环保 防水耐臭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下大雨车库就到灌 问题为何几年未解决 您的烦心事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 都市现场五肩板 长言道 人活99 全靠好牙口 以前缺牙了 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 但假牙不舒服 咬不了硬东西 还容易脱落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 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手术费一律取消 同时 德国种植牙 磕磕半价 磕磕终身质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磕数 均可报名 缺牙的中老年人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种植牙 认准得牙 腰疼 腿疼 行动不变 疼和红毛药酒 紧肩痛 手腕痛 屈身不力 痛和红毛药酒 肾虚腰酸 尿品起液 气虚血亏 虚和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传承280余年 精选67味中药 调皮肾 不细血 痛经络 强筋骨 屈风寒 痴疼痛 按疗症坚持服用 治病又强身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晚上失眠睡不着 晚上失眠睡不好 喝气血沽本口服夜 三晚起下至失眠 睡得很稳 精适正好 睡不着 睡不好 失眠 喝气血沽本口服夜 滋补养生 健康相伴 活力满满 大家好 我是武术冠军 王宗南 都市严选 滋补养生节 闻山三七 加拿大西洋参 霍山铁皮石湖 西藏纳曲虫草 印尼进口燕窝 大连海参等各类地道滋补佳品 打造冠军的品质 让您滋补无忧更放心 八十头闻山三七 美金仅需九十九元 西洋参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湖 每克一块五 印尼进口燕窝 滋补特价 每克九块九 深海域原产地 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 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松三盒 各类滋补佳品 均可电话订购 扩到付款 都市严选 七年滋补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地址 南昌 景岗山大道 飓风大厦一楼 都市严选 原九四医院正对面 红毛药酒 精选六十七味冬药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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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茶壶赌辣 不要紧 向你三高 血粘稠 千万别再赌喽 是啊 就怕赌 用轻血巴胃片呀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容易赌 用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轻血巴胃片 传承二百七十余年 轻血骨方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认真轻血巴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其清血巴胃片 春光不复 农时不悟 眼下正值春耕 备耕时节 在全国商品粮基地 吉安泰河县 当地通过探索 田保姆托管式 农事服务模式 引导鼓励农户 加入农业合作社 抱团发展 实现统一种植订单 水稻品种 实行工厂化育秧 统一田间管理和销售 提高了粮食生产的 综合效益 走进太和县 河市镇加农会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机械化育秧中心 一台水稻央盘育秧播种机 正开足马力生产 工人们在预央流水线上 娴熟操作 经过摆盘 撒土 浇水 撒种 盖土 一个个央盘 快速完成制作 并被送到催芽暗室 等待种苗破土而出 在催芽暗室 通过开启智能控制系统 提供恒温恒湿环境 为种子创造最佳生长空间 催芽时间 也从原来的一周 缩短到了现在的48小时 我们合作社今年服务的 重量大幅增加了20多幅 托管面积也增加了1万多亩 服务的重量大幅都喜欢机插秧 这样产量更稳定 2023年 陈焕卫和他的团队 为全县5万余亩田地 提供了育秧翻工 插秧收割 烘储等填饱母服务 今年春天的填饱母订单 也是一张接着一张 目前合作社累计收到了 共4万多亩的土地翻更订单 截至目前 太和县有30多家 像加农会这样的专业提供 填饱母服务的合作社 托管了20多万亩农田 有效缓解了农村缺少劳动力 重量成本高等实际问题 为太和县57万亩水稻 年产10亿斤粮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通过烫生科技态判团 加科技小院服务模式 打造科技示范基地 扶持身形军队主体 建设区域性农市服务中心 和育阳中心等方式 不断健全农业设计划服务体系 挫展服务领域和模式 让填饱母成为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团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太和荣媒体中心 康旭金 张宙辉报道 为进一步推进禁种产毒工作 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违法犯罪活动 福州广昌公安局组织警力 深入全县各乡镇 开展春季禁种产毒踏查 和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在广昌县长桥乡 上帆村偏远的毛家科村小组 禁毒民警和志愿者们 深入到山区田间地头 实地勘察 对田边菜园子进行仔细巡查 同时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 做到排查不留死角 清理不流芒区 民警还与村民们面对面交谈 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宣传毒品原植物 特别是因素种植的危害 你可以看得清这里面是因素花 然后这个是因素结出来的果子 在我们国家这个因素是不允许种植的 是国家禁止的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 在田间地头看到有这种因素的 你可以向我们公安机关反映 到时候我们会有人来核查 如果确认因素到时候我们会把它铲除 通过此次禁重产毒宣传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辖区禁重产毒工作 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认识 和对产毒工作的理解 也使中毒违法 中毒必产 中毒必咎的观念深入人心 今天禁毒民警向我们宣传了 毒品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 让我们更加了解 那个因素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同时让我们更加知道 因素是有危害的 老百姓一颗也不能去种 在从事生产劳作的时候 看到这种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广昌县荣媒体中心丁建报道 吉兰筹判我帮你办来看看 还有哪些观众反应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 一起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吉安吉州区明珠家院小区的 梅先生反应 几年前市政改造了附近下水管道后 现在只要下大雨 地下车库就会倒灌 严重的时候车子都淹没了 向相关部门反应了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一春一风的冯先生反应 他住在老工商局宿舍 对面的一风红商城外墙的 霓虹灯光线很强 每天通宵亮着 附近居民家拉上窗帘 也会觉得非常刺眼 影响了睡眠 南昌青山湖区的万先生反应 飞燕路与南池路交界口 没有安装红绿灯 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出行很不安全 希望能在此处安装红绿灯 此前九江德安县的程先生反应 当地金环新城小区 第一栋四单元楼梯口的污水管道 从去年12月底开始往外溢污水 导致楼梯口全是污水 大家上下楼梯都很不方便 节目播出后 蒲亭镇政府工作人员答复 是由于商铺油污导致污水外溢 物业已将管道疏通 万一问题解决 下一步会让沿街商铺加装排污池 从根本上改善油污万一问题 昨天南昌青山湖区的张先生反应 上海路华安社区三区六栋旁边 有两棵樟树已经枯死了 现在快要倒下来了 路过这里的行人很多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节目播出后 华安社区工作人员答复 他们已将情况汇报到湖坊镇 会对树木进行处理 此外还有一位观众 通过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把电话打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他有什么样的诉求 这位观众中午好 中午好 您好 有事您请说 你好 您具体遇到什么样的 事情了 跟我们说说看 我是女学校园旧区 家庭生存这个老板小区 因为我买房子 那个还没有当初之前 她的房子可以出生问题 我就要求她换房 她也不吃饭 她不管 也不管 也不理 后面我就没办法 她不管 她就我们要上修 上修之后就那个房子 也是一样的 漏水 进水 那个墙面快点 地板快点 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 这个房子您是什么时候收的房 什么时候收的房 什么时候收的房 什么时候好像是 就雨 就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